吃不吃糖嘛 给你吃个糖 保持快乐的心情 你不吃算吗 你不吃了 把它藏着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是二台 好巴士的车子坏了 你看我挡牌都已经准备好了 要把这个车牌挡一下 为啥子 这个还是客服的一艘车 今天又过不到府 是不是嘛 哎呀 我爸爸来 他不要乘我过府 我拿回来买了 过府都安逸了 是不是 我可以借有几百块的嘛 2017年的车子 特务水 是一座 手动当一点物体 据不可靠消息 还是远半远起 因为我们请过斯拉塔切 说车子还是打了啥 但是为啥子要说不可靠消息 因为我们车子收回来之后 我们还要在福建 福建了 这车子我们就要上下 来看这个类似 一眼望去 哇 好多灰尘 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车子收回来的样子 哪有那么多收回来 漂漂亮亮亮 很干净很整洁 那还不是我们花圆子 且弄了呢 但是你看这些地方 没什么是很小的 所以只要它 只要收出来之后 它就会很漂亮 有朋友老实说 若若你们把菜子翻新 翻新得好好哦 这种菜需要翻新吗 它哪需要翻新 你只需要投个一百多块钱 就可以给它整得很漂亮 因为它本身就很好 而不是我们把它变得很好 只看到六万多公里 来你们看这个后排 这个空间好宽 轻易做的 说了这么多 都没有跟你们说到这个车的重点 重点是啥 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我买过这个 车子看我不必买个五年红光箱吗 我拿来家用拿来泡 泡哈椰子对吧 或者是干点啥嘛 我开起来的一个形式质干嘛 一笔五年红光好嘛 五年红光人家总觉得是个面包车的嘛 这个是啥 超大型豪华SUV 你看这个腿部空间 我盘了一半 你体重做的商财子 还有这么宽 你看还 关它是商务车还是SUV 总之它就是看到比红光安逸嘛 它至少不得把它当面包车嘛 对不对嘛 然后你们看这个腿部距离好宽 是不是 而且它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 这个地方它并没有涂起来 就是你后面做三个人 或者是这儿做个儿童作业 都是完全能够正常使用的 所以为了它做MMA20车 我一万多块钱 我能不能买得到这种 习做的SUV嘛 买不买到 买不到 这就是MMA20车的意义 我觉得这是个越野车 超大型的越野车 我觉得是个MPV 那你们说到底是个MPV 还是个越野车嘛 今天分享给我们这个声音是干一干 你们是说它是SUV 我搬过去 那打印的那是对的 我给你上个一头吹吧 让你点堆的吹吧 这个好感爽 真的 发动机一层灰 看到没有 8840的 哎呀就这么多了吧 讲多很多了 等会又说有 甚至太过一切宣传这个车了 我只是觉得这种车子比较喜欢的普通老百姓开万多块钱嘛 自己原来随便整嘛 整得也不心痛嘛 对不对嘛 你万多块钱你买个其他的起座车 你这里就可能只能考虑那种 像长啊 五年红光这种 但是如果可以给我更多的选择的话 我还是愿意买这种更加偏家用心一点点的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这种大气一点点车子的人 好了 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了 祝大家端午安康